深夜裡民眾站在陽台揮手求救 甚至有人抱著枕頭等待救援 六號凌晨三點多 臺北市士林區天獄街27巷內 一棟七樓公寓的地下室 變電室發生火警 不少住戶都是在睡夢中驚醒 紛紛逃到陽台等待救援 然後報警 警校貨報後 立刻派請多個分隊到場救援 索性火勢很快在三十分鐘內撲滅 濃煙排除後將住戶安全疏散下樓 我們在三點十四分 將能源到達現場 那在三點三十分將火勢撲滅 那因為它的地下室是有連通到 這一個整個大樓主要的出路口 樓梯間有一些煙 那我們進行排煙作業 同時也把二的以上所有的住戶 都把他救出來 那現場總共救出有三十二人 消防隊蘇山住戶後清點人數 並將起火地點圍上封鎖線 這起火警的起火地點 位於公寓地下室的邊電室 疑似電線短路起火 但詳細起火原因 有帶火吊人員調查釐清 還是記者 李萌威 陳尧琦 翁錢晃 台北報導 柾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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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感谢观看